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在香港比較少看到的品牌 英格蘇 英格蘇在三、四年之前 在米奇90周年的時間 出了一款限量版的標 給大家看一下 這款標是蠻顏色的 整個標面的設計和顏色 我給大家看看 做得很漂亮 它的顏色很鮮 而且整個米奇是令到整個標面 就算是42mm那麼大 也令到它的標面很飽滿 不會很悶 你看到它的指針是用手和腳去做出來的 我給大家看看 你看到這種標面是比較少見的 當然,你看到像Gigi Gelgender的手錶 就算是它們的標面很漂亮 不過手和腳的比例都做得很好 但我喜歡它的標面比較大 Gelgender的手錶 可能有些是34、36 第二,它的標身 都是比較古牙 一種古舊一點 有種Vintage的感覺 而Gigi的手錶 可能是厚一點 和像錢幣一樣的感覺 出來有些不同 我覺得這個標面相當過癮 它有一個好像我們叫做 洋蔥的,大大隻 你看到它們帶出來 都很過癮 這隻標,連標購也有Ingasso Ingasso這個品牌 其實做標也不錯 不過只不過是 在美國市場會較多 現在很多時候 在網上的銷售較多 比起一些年輕少少的人 可能是十幾歲 讀中學的人 購買多 因為價錢上都不太貴 但是它都出了很多 這隻QT版本的手錶 不過這隻 我就覺得比較特別有意思 它的標底也是很普通 它也有寫著 是限量版900隻之中的第幾隻 這隻是302隻 我覺得戴上來 就算你的手很大 當然 女生戴可能會更加好看 就算男生戴 戴出來也相當特別 很多時候 人們看上去 就以為是GG 出的手錶 當然 這隻是便宜版 GG是高貴版的 這隻手錶 附屬的盒子 都是很有趣 因為我同時買了兩隻 給大家看看 它有一張 叫做 保證卡 在90周年 有一個貼牌 挺聚首 另外 它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應該都 我都沒有查過 是否機身號碼 來的 這個有一個 的 吊牌 有一個 說明書 Catalog 這隻手錶 是全新的 我自己買來做 雖然價值不太高 但我覺得 只有一個盒子 你看到 旁邊也有一些 米奇 適合米奇米 這隻是全新的 你看到當時 其實這隻手錶 都是 2018年10月 就是剛剛 現在大約 三年前 三年前 當時買 四千多元一隻 我一買就買了兩隻 這麼多 連這個 它的手錶 在手錶盒外面 也有一個 有一個 套 也有一個 號碼 相當過癮 謝謝 謝謝